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但凡是有点权或者有点钱的达官显贵呢 那也都是早早的就选上一块风水宝地 好让自己去世后呢能有个安身之所 那普通的老百姓呢就更不用说了 有条件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尽量得让自己走的体面去 这就是咱们中国的藏俗 有个地方的藏俗要说出来 那保准让您大吃一斤 怎么呢 看今天的节目 今天这事啊 那还得从一个人的恐怖经历说起 这个人是谁呢 叫张定雄 是一个文物搜集工作者 有一回啊 张定雄呢和网上一样 到一个偏远的地方呢去搜集文物 走了大半天的山路呢 就来到了湖北丽川谋道镇 一个叫船头寨的地方 到了当地之后呢 本以为会有不少罕见的文物呢 可从这个寨头走到寨尾 愣是啥都没发现 连个像样的这个房屋砖瓦都没有 这让张定雄呢难免有点失望 郑裕们呢 哎对面来了个人 一瞧呢 平面熟 说哎呦 这不是我老乡吗 喝螺线材简单的寒暄了一番之后啊 张定雄呢 他就被热情的老乡就带到了家里 这老乡就说了 说大老远来了 你说到我家喝杯茶吧 谁知道呢 俩人正坐在家门口准备画画家 长了 哎这张定雄呢 无意间往人家这屋里面飘了一眼 哎呦 奇怪 说这是什么呀 开始我还以为是 他们的什么家具啊 什么器具啊 在装饰 可不是吗 这东西呢挺大一个 雕花镂空的 气派 刚开始呢 张定雄觉得这应该是个家具 可再定睛一看 说不对啊 这东西像是用整块高大的石头弄出来的 咱们一般人家用石头做个桌子 灶台什么的 那还挺常见 就这么大的一块精美的石雕里的这 哎呦 少见 难道是为了装饰 可这农村地界都挺纯朴 你说这要是为了装饰 那您瞧瞧 跟整体的房屋装修 他也不配套啊 这张定雄呢 架不住好奇 哎他就问了 说这是个什么物件啊 没想到这么一问啊 让张定雄 瞬间他就倒吸了一口凉气 就问这个 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 他当时就告诉我 这是一块碑 一块碑 仔细一看 哎呦 他真是 这石雕厚头呢 他就是个石雷 刚开始那惊讶的张定雄啊 这会他想想他也没什么不对 你说咱们中国自古 他就有很多的传统习俗 其中有一样啊 那就是人去之后啊 做个牌位 他供奉在家里 食食祭拜 那这么做呢 主要是为了让逝者的灵魂 离开肉体之后呢 能有一个安魂之所 好 现在呢 咱们经常看电视剧 也能够看到这样的场景 姐姐 静言这孩子 又要去做冒险的事了 请您在天之灵 多多忽悠他 瞧姐妹 除了给逝者一个安慰 那咱们活着的人 也能时不时的跟他说上两句话 祈祷祈祷平安什么的 当然 咱们现在呢 一般老百姓家里面 已经见不到这些东西了 基本上呢 都改成了摆放 或者是悬挂这个逝者的照片 或者画像的 那作为祭奠的对象 张定雄呢 当时他就想啊 说这船头在地处偏远 民风淳朴 兴许啊 他对这个古老的习俗呢 还保留的比较好 啊 也可以理解 不过呢 即便是这样 你像眼前这么大一个的石碑 张定雄呢 还是第一次去看 您别说这石碑啊 他还真是做工精美 啊 顶天立地的大石块 打磨细致的纹路 那让见过不少精美文武的张定雄 他也连连赞叹不已 不过 这是谁的领位呢 我说这个是什么 本石道的石 就是他们高祖的 诗人工买的 高祖 啊 那就是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 哎呀我的老天哪 得有五代人了 这必须得细细的品鉴呢 可就在张定雄 细心欣赏的时候 罗仙才无意中说了一句话 让张定雄 有点几杯发凉 罗师傅说 前面是一块杯 后面是一座坟 一座坟 啊 这不单单是一个墓碑 后头他真的有一座坟 哎呦 这实在是让人难以置信啊 张定雄呢 再三确认 说没开玩笑吧 人家罗仙才呢 非常淡定的说 说没错 就是一座坟 我有绕着广子 后面去看 后面确实 哎 这个坟 非常齐盘 也非常打 打气 把坟 建在自家的房屋里 而且呢 这墓碑 他就立在家中间 哎呀妈呀 这也太诡异了吧 啊 非常惊讶 因为 在整个整个 整个我做的这么香 没有 没有这 没有这种情况 到处都没有 就是 因为 一般 一做一般的家庭来说的话 这个房 这个房 当中 我说 修这份的话 是很不赖的 很不好的 说的没错 咱们中国人呢 都讲究个风水 啊 光是摆个林位呢 还诸多讲究呢 比如说 你不能离这个门口太近了 不能正对大门了 也不能离这个厕所太近了 等等 再说了 一般人建的坟呢 都觉得晦气 啊 得绕道走 那谁会专门在家弄作坟呢 而且您瞧 罗仙台家的这个墓碑啊 他就建在堂屋的正中间 两边他就是厢房 哎呀 就是说呀 罗家人的吃穿住 那都是紧挨着这堂屋的 这样天天守着祖坟 就没人赶过去一会儿 我跟他那个舞座鸡 从小到小里 这个是个北部 小时候觉得还是有点惧怕 北部现在五地 很少见到的 北部现在五地 从我慢慢习惯了才的 那个北部 基本上北也没有影响 最后的那个 经常的那个 他说 西方的那个碗 据罗仙台说呀 说自己从小 在有祖坟的房子里长大 刚开始呢 害怕 后来呢 慢慢他也就习惯了 可要说对生活一点影响都没有 也不是 罗仙台呢 当年因为这个呀 差点把老婆都给弄丢了 据说呢 罗仙台刚和老婆结婚的时候 第一次带他到家里 哎呦 一下子就把人家吓跑了 死活不愿意住在这 经常害怕 晚上睡口睡 起吧 眼睛不必 都会去到人了 就经常怕 罗仙台的老婆呢 直接就提出 说能不能换个地方 或者是把这祖坟给牵住 和罗家人呢 坚决不同意 罗仙台的妻子呢 因为这个 好几次都躲到娘家 她不可回来 差点了还把婚呢 给毁了 这个婚卖的 桃鱼 都还是有点 有点聚合 这是农村说的 那个 像那个 卡门 都是一个婚 她 都觉得 感觉 农村分析习惯 这样的 我以前说的 不一样 他还是 有点 那个 畏惧 当然 最后呢 还是念在罗仙台 情深的份上 她的老婆呢 才算勉强 接受了这件事 据她说呀 这白天的时候还好 虽然做家务 她也感到不舒服 可毕竟亮她 只要天一黑 哎呦 她就把门啊 关得紧紧的 一个人 她根本就不敢出门 这也难怪 您说咱们平常人家 这个客厅里面 摆着一座坟 那得多吓人呢 邻居路过你家 那估计都得绕道走 哎 可这事情呢 怪就怪在 除了像罗仙台的老婆 那这样的外来人员 他会害怕 当地人好像 都没什么感觉 而且呢 整个村庄的人呢 但凡有点热闹事 还都喜欢到这来办 像一个 农村的大四小姐 在这个 他不 警察呢 拜膳 拜膳 您想想 在坟前 拜膳 办喜事 这多少 还是让人觉得诡异 还有更奇怪 就算没什么大事 逢年过节 或者是 月办十五什么的 还是有人 老人会来这里祭拜 通常是一位老人 带领着大家 跪在一张桌子前 然后呢 开始慢慢地焚烧纸钱 等这个纸钱 焚烧的差不多了 这老人呢 就会拿起点燃的香 进行扣拜 接着呢 插到香炉里 这祭拜仪式呢 才算结束 据罗仙台说呀 说刚开始呢 这里那都是罗氏的后人 时间长了呢 整个寨子里的人 他竟然都会 时不时地来拜一拜 这就奇怪了 难道这坟墓里边 埋着的 它是什么特别的人物 还有 你再特别 他也不至于 把他的坟 修在家里吧 那这一切 究竟是怎么回事 五代人竟都守着祖坟生活 百年演绎 人鬼同屋的离奇传说 是祖先崇拜 还是博生厚葬 离奇举动的背后 是否另有隐情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密 刚开始呢 张定雄啊 直接就找这罗仙台问了 说你们这也太不走寻常路了啊 咱们一般呢 这个农村的祖坟呢 他都会在这个村子里面 专门挑个地方见 逢天过节才会去祭拜 您这可倒好 直接就建在家里了 天天跟祖先say hello 这是为什么呢 奇怪的事又来了 在这生活了大半辈子的 罗仙台居然说 不知道 他说只是知道啊 这坟里面埋着的 那是自己的高祖 至于其他更多的信息呢 他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张定雄就觉得 这是不一般 千叮咛万嘱咐 让罗仙台呢 一定要保护好 他家这个有祖坟的汤 知道这件事实行过后 就是要求他 把这个包袱好 来付好 接下来呢 张定雄就开始四处走访 那既然罗仙台 他不清楚这习俗的由来 那这个寨子里面 年长的老人们 他会不会知道呢 竟然没人知道 这也太奇怪了吧 不过呢 也难怪 张定雄的自己 他就是土生土长的土家族人 他确实他也没见过 这么怪异的丧葬方式 可即便是这些奇特的藏俗 也没听说哪个 是把自己的祖坟建在自己家里 把祖坟建在自己家里 等等 这倒是让张定雄的 想到了一种藏俗 似乎是有点意趣通工 什么呢 压葬 咱们国家原始人类 他最初 他都是住在崖穴 也就是山洞里 这崖穴 他就是把这个人 葬在天然的山洞 张定雄的之所以 想到这种藏俗 他是因为在这个 崖藏的习俗里 这山洞 他既是人居住的地方 也是最后的葬身之所以 难道这个祖坟建在家里的 藏俗是这么来的 这个结论呢 很快就被张定雄 自己给推翻了 那相信你也听出来了 没错 太过牵强 当时呢 摸不着头脑的张定雄 决定向这记者求助 说这事啊 挺稀罕 反正我是弄不明白 说要不你们给调查调查 记者呢 第一时间他就赶到了当地 一进门 火 正前方赫然立了 就是那块石雕 而且呢 这石雕上 并没有镇刻这个 墓主的名字 而是镂空的金田图案 和一夫妇 栩栩栩如生的人物图 刚开始呢 张定雄呢 只顾着镇经坟墓 没注意到 这石雕上 他还刻着银帘 您瞧 死者可作 严访行表 献生之风 山高水长 横披呢 三个字 一爱堂 这间屋子是什么屋子 这是堂屋 这个是堂屋是吧 哦 背在这个地方 分在后面 哦 背在这里边是吧 嗯 通过罗先才的引导啊 记者呢 很快就看到了 这巨大的镂空石雕 后面 他还有竖着 另一块石碑 这一块呢 就是张定雄 刚开始看到的那块 上头呢 刻着罗公运章 罗母杜军授藏 以及民国十八年 吉日等字眼 那么 按照常理推测啊 这个坟呢 他应该就在 这个墓碑后面 把咱们记者呢 决定直接走到 房屋后头 看个究竟 楼师傅 那个坟是 在什么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是吧 还真没错 这罗家堂屋的后头啊 还真的是一座 长满了杂草的坟 坟前头呢 还留着祭祀后的残留 这样子看起来啊 确实是有些年头 以前的那个坟子 那个图子都在里 在那个地方里 那边全部是摘完的 这上面全部也有棚子 是吧 据罗先才说呀 说原来整座坟 那都是遮盖起来的 看起来像是家里的一个房间 可在一次突发事故中呢 这盖在坟头的这个顶棚啊 坍塌了 罗先才呢 正打算修复呢 把这村里人他就说了 说别修 露在外头才好呢 我们以下的那种传说 这个背负我们的种到辈子得不到屎 这个也才把那个改装 修装去的 以后头那几带得不到屎的意思 得不到屎是什么意思啊 原来啊 这是当地比较盛行的一种说法 他们认为啊 这坟头他要是遮盖起来 淋不到雨水 那么家里的后代他就得不到屎 也就是得不到屎 他兴亡不起来 因为这样 那罗先才呢 他就没在修缮这座房屋 那么这位能够保护家族 甚至让全村人祭拜的这个罗氏高祖 那到底是什么人呢 关于这个谜团呢 越发让记者感到好奇了 可这该从何查起了 那就在咱们都疑惑的时候 那记者竟然在这个碑屋的木制名利 发现了一个秘密 这里面其中一段碑文呢 写道 罗公一生勤劳 不是浮华 使家业大于小康 后世辈未推崇 随将旧宅改为知词业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呀 罗运章这个人呢 一辈子呢 勤勤恳恳的工作 让家人呢 都过上了好日子 后辈们呢 都特别的尊重他 就把他的这个旧宅改成了词堂 供后世祭拜 说难道 这就是他受人敬重的原因 可细想想也不对呀 咱们中国呢 从周朝开始 他就有了建祠堂的工作 刚开始呢 都是天子才可以建的 那一直到了清朝 全国城乡各个家族呢 基本都有了祠堂 这个祠堂的一般是充满 家族凝聚力的意识场所 家族心啊 宗祠他就忘 家族衰爱 宗祠他就破 所以呢 在祠堂选址的风水上 他特别讲究 你比如说 背山面水 明堂宽大 左右互衬 四世云河等等 他一般都会挑选 这个村子里面 风水最好的位置 专门建立一个祠堂 没听说 谁会把祠堂宗族 他建在某个人家里 或者干脆 他就把自己的坟墓 他当成祠堂来建 谨慎起见 咱们记者的决定 还是在寨子里面多走访 寻找一些别的线索 其他人家里面有吗 就只有他们一家有 是吧 从这位老人口中呢 我们了解的 罗运章生前呢 曾经是一个书生 一辈子他就一个爱好 那就是读书 写的一首好字 曾经呢 还考中了秀台 西下呢 一共有六个子女 那至于其他的信息 了解的也不多 可问题是 那既然考中了秀台 为什么没有竞争当官 反而屈居在这么一个 小空寨子里面 咱们记者这么一问了 那倒是让另一位老人 想起来他们祖上的故事 那是清晨的模特 我们是从江西 江西省崇祖先 老人说了 说他们呢 其实都不是本地人 祖先呢 叫罗复兴 曾经呢 是朝廷的压粮差 有一回呢 在压运粮食的途中啊 就碰上了点小意外 没想到这个小意外呢 竟然改变了 整个家族的命运 在这个大江大河里面 的话来破了船 都搅不到差 搅不到差的话呢 就打汗 跑到 就跑到我们这个 摩托的学堂湾 在哪里落的房子 咱们现在呢 可能理解不了 你说不就是压个粮食吗 哪至于那么苛刻呀 哎 跟您说哈 皇家的差事啊 那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这粮食他没运到 那是要掉脑袋的 那搞不好 整个家族都没了 那当时呢 罗复兴的船破了 没法给这朝廷交差复命 他回去只有死路一条 那怎么办呢 哎 他就带着家眷呢 就逃到了这谋道镇 船头寨 在这呢 繁衍生气 也是啊 这地方呢 咱们现在看呢 还是很偏僻 那想当年呢 应该是更加荒凉隐蔽 它是一个藏身的好地方 那这么看来呢 罗氏后人之所以用这种隐蔽式的墓葬形式 他就是为了躲避朝廷的追杀 为了这个自己也有一个后人 独想的话呢 修一个被物的话呢 做一个私词 做一个私词 就让后面的资深的话 集成下去 就是这样的 可问题又来了 罗建台家里的这座坟呢 刚才说了 叫罗宫运章 就是罗运章 他不叫罗复兴啊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罗氏后人在风雨岁月中如何扭转碑乌的命运 碑乌的背后又暗藏着土家先民怎样的生死信仰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正在为民解密 这老人的话他没有任何证据 况且这祖坟的姓名不符 很快他就被推翻了 那这时候就有人告诉记者 说这个坟墓他之所以修成这样 其实跟上个世纪六十年代 发生的一场社会变革有关系 那么当时的变革期间 社会动荡 这老罗家的祖坟差点他就被破坏了 上来来跟我们聊个室 大吵大闹 有时间大争大便 甚至有时间到最关键的时候 那桥洞大的时候 但是我们还是忍住下去 我们还是没有做事大 当时呢这罗家的几个后人 他就知道了这个事 他急呀 怎么办呢 大伙呢就赶紧凑到一块 准备商量个对策 怎么才能够把这个祖坟保护起来呢 最后呢他就想了这么个办法 我们这商量好大的话呢 就来买一砖 我们都要买一水砖来的大门呢 就把那个杯的话呢 全部折完大门 封一墙 不能封上进 封到大门面壁呢 就是国师会要的去分散呀 刚开始呢罗家人以为 只要用这个墙 封上这十杯 那就没问题了 可没想到祖坟呢 还是会时不时的遭到骚扰 没办法 罗家几兄弟呢 又凑到一块 那这下还有什么招啊 没想到三个臭鼻将 他顶得住个俩 他们还真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什么呢 改建学堂 哎您别说啊 这招呢还挺管用 原来那个墙都是从这门以下 就封了就把那个杯全部是装了的 这个墙封上禁闭 那个杯嘛是还要高一轮砖 搞到的墙部分上它四回 就跟那么样的墙一样 都分了的 这个中间 这个都装了一个干壁 他们都住了一个大门 里面就是安静于一个小学 一个学堂 我们在镇当中 就在这个地方是吧 就在这个地方 就在镇当中 那个上面啊 那不都要有三米 那个方 他们有个大门 然后这里边就是上个的地方了 里面都是安静坐车 住的口座 都是上个小学 上个小学 正是因为罗家人的精心维护 虽然历经了近百年的风雨 罗氏碑屋啊 他最终还是得以完整的保存了下来 可还有一个问题呢 始终没有解开 那就是为什么会有人住在这里呢 当记者提出这个疑问的时候啊 大伙呢 一块沉默了 没人知道 调查到这儿呢 他似乎进入了瓶颈 怎么办呢 天无绝人之路 张专家 这位立川市专事文化所所长 谭宗泰 据他说呀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呢 他就一直在研究这船头寨的奇特风俗 咱们看到的这种 把祖坟修在家里的丧葬方式 其实呢 叫卑屋 这卑屋啊 他确实是土家族 一种比较古老的坊道 那家里有人过世的话 直接就把坟墓呢 修在家里 张专 不对 那要是这样的话 船头寨呢 都是土家族人 那为什么只有罗贤才 家里他是这样 其他人家他完全不是这样 甚至都不知道这个藏俗呢 关于这一点呢 谭所长说 说这个那可就要从历史讲起了 这个历史大概就是可以分成两个 有一个明显的分界线 那就是改土归流 就是藤所 藤兵 明代的藤所建立 在前后大概是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很明显的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也就是说 他的墨藏形式和其他的形式 风俗习惯 也从这个地方 从这个时候起 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呀 在明朝以前呢 这船头寨的这个藏俗啊 都是以卑乌的形式出现 后来呢 改土归流 就是把原来统治少数民族的土司头目废除 改为朝廷中央政府 他派任刘官 那这样一来呢 随着大量汉族士兵的毒涨 那当地的这个木藏习俗呢 他就随之发生了改变 据谭东派说呀 说其实呢 不光是传统寨 附近的几个寨子里啊 都曾经有过很多卑乌 只是后来呢 社会的动荡和变迁 导致他们遭到了破坏 或者是改变了形式 而这个罗氏卑乌呢 恰恰是幸运 被保存的最为完好的一个卑乌 说到这呢 那肯定有观众要问了 说咱们都知道 这藏族的天藏也好 门八族的水藏也好 甚至是东北地区的树子 那这些藏族 它看似奇特 其实呢 都是根据当地百姓的信仰 它逐渐形成的 那碑乌这种 让人和坟同污的藏族 它又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研究起来 我们考察起来 所有的这几个碑乌 在我们知道的碑乌 羽毛在呢 传统在呢 包括其他地方 就是这块楼到其他地方的那一碑乌 它的墓主人都是土家 因为他们是土家 我们研究他们的生死观 他们的墓藏形式 他们主要认为 坟墓是一个能够再生的地方 它把死当作生的另外一种存在形式 同时认为坟墓就是屋 就是活着的屋 生死后是住坊屋 死了之后就是墓 也就是说呀 说这坊屋里的墓 它就是侍者的家 他们甚至在活着的时候 就和家人一起准备深厚事 比如土家寨子的这个老人 在世的时候 那就会让后人呢 给他们准备好落气纸 并且呢 要亲眼看一看 他才放心 这个落气纸 那就是明前 他们认为啊 生者无钱是孤人 死者无钱是孤鬼 也就是说呀 说老人并没有把死亡 当作生命的终结 反而是在另一个世界的再生 说到底呢 这种藏俗背后所蕴含的 其实它是土家族人的生死信仰 土家族人经常有一句话说 我们土家族人是可以 敢于面对死亡 灿燃一笑的民主 灿燃一笑的民主 所以他之所以把这个房屋埋在房屋当中 不忌讳 不嫌弃 不害怕 都是这么 这是生命的另外的一种存在心事 而且他和自己的亲属 是会远远在一起 故事双道战的谜底呢 已经全部解开了 贝乌呢 作为土家族一种古老的桑葬习俗 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笑对生死的观念 同时呢 也表达了土家人的一种愿望 那就是可以和亲人 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 生意何患 死意何苦 每一个在世间活过的人 都值得一个郑重其事的体面的告别意识 而土家族人对待生死的态度 恰恰是对生命最高程度的一种尊重 好了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下期今天的传奇再见